这是坐落在辽宁省锦州市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比价山 比价山有三座山峰 二低一高 形如比价 低峰被称为小比价山 高峰被称为大比价山 从北岸到大比价山 跨海1.8公里宽 有一条通往比价山和陆地的小路 这条小路被当地人称为天桥 这座天桥随着潮汐的掌落时隐实现 每当落潮时 海水慢慢地向两边退去 天桥便浮现在海中 游人可沿着这条沙石路登岛上山 每当涨潮时 海水又从两边向天桥夹击而来 天桥在海浪中逐渐消失 上次咱们说到 明朝军队与清朝军队在松山会战 黄太极采用挖壕战术 将红城仇率领的明朝军队 用三道大壕沟围拢起来 清军的探少真知 明朝军队的粮草都囤积在这座比价山上 黄太极了解这一情况后 密令英亲王阿几格带兵突袭塔山 趁朝落石登上比价山 夺取了明军囤积在比价山的十二堆粮草 红城仇得知粮草被劫 便召集八总兵召开军事会议 商议对策 红城仇主张 现在全体将士只有拼死向前 置之死地而后生 凭借我们的火炮优势 将士用命 一定会击溃清军 但是八总兵大多数都已经丧失斗志 主张立刻突围 退守宁远 监军张若琪也希望撤回宁远 这进一步涣散了将士们的斗志 红城仇无奈 只好下令突围 他将八总兵分为左右两路 两支队伍向宁远方向突围 黄太极已经料定 夺取了明军的粮草 明军一定会突围 于是在半路上设下伏兵阻结明军 本来红城仇已经制定了突围计划 全军统一行动 但是大同总兵王浦一回 营变帅本部人马 首先呈夜间突围逃跑 结果遭遇清军的伏击 兵马在混乱中相互践踏 死伤无数 其他明军也都争相逃跑 明军当时乱作一团 总兵吴三桂和王浦带人逃入杏山 总兵马科和李府明带人逃到塔山 红城仇带领其他人马突围未成 只好退入松山城 红城仇组织几次突围 都已失败告终 不久城内粮草断绝 松山副将夏成德派人到清军大营 商议详清 黄太极让夏成德坐内英 清军于崇德七年2月18日向松山城发起攻击 夏成德打开城门 清军杀入城中 总兵邱敏仰 王廷臣 曹汴骄被杀 红城仇 祖大乐被俘 3月8日 驻守锦州的祖大寿率部归降黄太极 4月22日 清兵用红衣大炮轰塌姓山城的城墙 驻守姓山城的副将吕品齐率部投降 至此 松山 锦州 姓山三城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松锦大战黄太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那么明君主率红成仇的命运如何呢 咱们下回再说 咱们下回来 咱们下回来 咱们下回来